一個我真的沒想到 竟然在院裡啊 有這麼特殊的紅豆餅咖啡廳 怎麼樣 然後你還要帶我去泡溫泉 在院裡 我跟你講 現在這邊這個 這個我剛剛要帶來的 你說你來過嘛 對 它其實真的我覺得很漂亮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在這邊 好好讓你泡一下 然後也吃好吃的美食 走 這裡真的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機會打我槍 真的 真的嗎 我不會耶 你應該會滿喜歡的 你找什麼我都很滿意的 是嗎 對啊 有得住就好了啦 哈囉 哈囉 嗨 小波 嗨 你好 為了你們今天的辛苦 我們特別準備好的房間 來我們這裡演一下 院裡的溫泉到底 這個台詞背了多久 他沒有 他沒有啦 他沒有啦 而且這個之外 他玩牛 好像腳本血的 沒有... 房間賣準備好了 好... 謝謝 先來看看這樣嗎 好 觀眾想說 借我一下... 謝謝 你要哪一個 我都可以啊 這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的 你要哪一個 所以你選啊 我沒有看過啊 你要哪一個 先看再選 也可以 他越來越聰明耶 越來越聰明耶 我跟你賭 你一定會喜歡這個房間 我覺得自己感受是比較偏日式的那種房間 對 日式的房間 所以你進去之後你就會覺得 哇 我先看到那個景色的 有沒有 很漂亮 謝謝 喔好舒適喔 有個沙發 對 然後床 然後你看露台 這是雙人房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的小木套嘛 你看 喔 可以看到風景的話 就是有日落啊 晚上的夜景 喔 很棒 而且他的咖啡機 給的這個選擇很多耶 對 他把咖啡知名的咖啡 然後... 這個很少看到 對 就是如果是喜歡就是在享受慢活 因為他剛剛說可以在外面 喝咖啡 對 喝咖啡 對 喝咖啡 它這個真的有夠寬耶 對 而且小光 小光你們是每一間都是可以 對 每一間都會有溫泉池 在房間都可以泡溫泉 這裡的溫泉是什麼泉 泉酸青年泉 泉酸青年泉 也是泉酸青年泉 對 就是美人 兩人房 你看看 不可能吧 是不是很棒 對 看到電視啊 所以你在泡溫泉的時候也被泡溫泉 所以一邊是冷泉嗎 右邊是冷泉 左邊是熱泉 左邊是熱泉 冷泉酸青年泉 你這個真的 光是放了這個 很放鬆的抗議嗎 真的很放鬆耶 然後邊泡湯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在這邊 在這邊 真的 很棒 我還沒看耶 我會看另外一間 我會看另外一間 這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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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邊接 邊接 真的 好日系喔 這個時尚日式房 最具特色的 泉泉 好可愛 可以送你去嗎 因為我們原理是用泉草 然後可以搭配 越來的泉草 變成日式的泉泉 所以你搭配 重度就不一樣 那因為這個泉草 它會清化空氣 對 然後整個舒適度就更高 這裡是四人 四人的空間嗎 對 時尚日式的客廊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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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專門給時尚文鴨 對 時尚文鴨 這個我們就獨立 一大吃 對 然後可以洗來衣服 也是很華 另外一種感受 真的是一家和樂的好地方 你要選哪一間 好難選喔 我選雙人好了 雙人 對啊 因為我剛好只有 這邊比較大啊 好 然後另外大家都會穿著浴衣啊 可能到處走 或是跑去那個露天風雲那邊 對 然後你感覺那個 算我又不一樣 對 它的意思是要我們換對不對 我OK啊 這個池 這個池 衛冰也太大 太舒服了吧 欸 它溫泉就是這樣這樣 然後它池很大 而且我那間房間啊 它除了有溫泉池之外 隔壁還有一個冷泉池 所以就是可以兩邊都享受一下 而且它其實 其實很舒服 然後上面啊 因為剛剛他們有說一次快樂的香氣 所以那個你在放熱水的時候 就漸漸聞到裡面 有那個快樂香散發出來 這裡氣氛好好的 晚上這樣泡泡其實很好睡耶 我要去泡那個 真的我想介紹給大家 就是它這邊的戶外的那個風雨 其實非常的棒 完全不用花機票錢 就可以享受那種 比很多日式日本飯店還好的設備 好 妳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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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過去泡嗎 可以啊 姐姐們希望我去跟他們泡湯啊 這邊也是可以這樣 你看就是泡完之後 他們有很多 潤喉茶 微穀養生茶 珍珠青甘草茶 所以時間幾點到幾點我忘記了 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像那邊還有蒸氣室對不對 我記得還有蒸氣室跟烤箱 但是因為裡面有客人在使用 我們就不介紹了 可是其實它這邊整個這個公共設施 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其實你來就記得帶泳褲跟泳帽 但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外面可以買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游完泳之後 我們要去好好的吃一頓 因為這邊的餐 我覺得也是厲害的好不好 好 來 一哥 今年感謝你的照顧 感謝... 你假的是不是 雖然沒有東西啦 感謝... 我跟你講是不是真的不馬虎啦 住不馬虎 泡不馬虎 對 甚至連晚餐都給你不馬虎 他們在我們播出的時候 其實有推出這個尾牙宴 到明年三月的時候都可以來 對... 你只要來一桌也是可以訂 十桌也可以訂 對 沒錯 你就全家人來 你也可以享有這種尾牙等級的服務 跟享受 真的 因為師傅片牙 可能還要一下下 好 我們先吃點前菜 我們先吃點前菜 它前菜其實裡面 就大概六 七瓶了 你是說這邊都是前菜 就前菜的部分而已 光這邊二 四 六 六瓶 開胃六瓶 太誇張了 而且你看超可愛的 對啊 很可愛 它上面是用烏魚籽 然後把它結合了 蒜苗 餅 蘋果 還有上面的餅乾 生菜 搭配的剛剛好 對 然後有點餅皮 就是綿綿的 香香的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這邊好熱鬧 對 都比那個 你看 你聽 就很適合來這邊舉行活動啊 不然尾牙就開開心心的 真的 而且又可以泡湯 對 我們完全可以 我們都在隔壁 就你們中間好不好 我們吃一下這個 龍虎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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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點那種水煮川味的模式 來 很香喔 而且這肉很細喔 尤其是在冬天 小麻小辣 然後它裡面這個湯 吸滿了這個白菜的湯 完全是已經釋放在 這個魚肉裡面這樣子 這個接受度很高耶 對 它麻得剛剛好 而且那個花椒的香氣 這是我們的片皮鴨 片皮鴨 好 你們這個鴨用的 是有什麼特殊的鴨種啊 還是什麼 我們的鴨是來自花東縱骨 然後我們是放養的 它鴨的話大概我們都是用 75到90天的鴨 對 這樣口感吃起來會比較好 OK... 很香 那個鴨油 它剛剛在片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汁水一直跑出來 這個烤鴨要做三吃 湯間幫我們做的是片皮鴨 還有這個鴨架 鴨鬆 然後跟鴨架湯 它其實不算鬆 它算鴨絲 鴨絲 我想說的 鴨絲... 比一般再豪邁一點 它直接給你絲狀了 對 然後你可以包著生菜吃 我更喜歡這個喔 因為它裡面有加了鴨牙跟酒黃 然後還有一點那種炒的方式 然後這個肉都已經去骨了 其實是鴨肉的這個 這個纖維配上這個脆口的蔬菜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覺得比起鴨鬆 更可以吃到鴨肉的口感 對 因為它鴨絲其實滿大的 它有比較瘦的部分 對... 它有比較瘦的部分 滿香的 這個就算不包生菜 你單吃其實都很好吃 這我滿喜歡的 我想喝點湯耶 好啊 你要哪一個 它這邊有個花椒雞湯對不對 這個... 這樣啦 這個花椒雞湯 哇塞 真的提早過年了 對啊 真的是冬日特級 該有的味道 就是這樣 真的 完全你知道這花椒的味道 跟這個湯底 原本這種上湯的味道 然後配上娃娃菜 跟香菇的鮮味 全部都進去 其實沒有過多的調味 對 就是很原本的你喝得到香菇的香 然後吃得到蔬菜的甜 來 謝謝 這邊幫你們剩下我們的 香菇稻草西斯牛 好的 這邊給你放 這個很多現在台灣的月菜裡面 都會出現這道菜 這個是我們用那個 台塑的帶骨牛小排 對 然後我們會用稻草把它捆起來 捆起來 再用十幾種香料下去滷它 大概滷汁喝到三個小時 在吃的過程中 慢慢咀嚼它 就會有那種稻草的香氣 稻草的香氣 對 謝謝 你看那是第一次上節目 講得很好耶 它其實 它其實是被那個 半推半救上來的 對 然後剛剛有點小緊張 不過你表現得很好 謝謝 好啦 你拿張椅子來 來 請坐 請坐 其實我覺得 吃這個稻草西斯牛 很重要一點是 我滿建議你在吃之前 你可以先聞聞看 看它稻草的味道有沒有 進去 那你聞這個比較快啊 不用啦 我們要聞這個 那個是真的稻草的味道啊 然後再來就是吃它的肉質本身 那我覺得因為 我很喜歡 帶骨牛小排的原因 就在於說它的這個肉質 跟這個 會有一點點這個筋膜的部分 是我覺得我覺得 最好吃的部分 它這個其實我覺得 比較不像是醬料 比較像是這個牛排的肉汁 你讓味道上去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接下來真的冬天呢 你來泡湯之餘 你就留點時間 找多一點人 大家一起好好的吃一頓飯 對 隔壁中大將 我剛剛在那個苗栗院裡嘛 泡了舒服的溫泉 然後睡了一個好覺之後呢 開了三四十分鐘的車來到苗栗市區 對 專程是特別繞來這邊吃這一家的 而且其實今天就算 因為我們冬天要吃那種 暖呼呼的美食嘛 對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麻辣火鍋店 然後我自己非常的想要來嘗試 可是它只開晚上 但是今天特別為了我們它 它白天讓我們 讓我們進來這樣子 是喔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包場 我們算有點包場的概念 其實這一間 這一間那個建築 剛剛一來說就超吸睛的 因為它這裡已經有八十幾年的歷史了 而且外面看起來是一個 比較像日式的那種老洋樓 但一走進來 哇 你這樣看過去 真的很像在阿嬤家吃飯耶 有沒有 這種穿花的窗戶已經超級少見了 現在真的幾乎沒有 可以看到這種東西了耶 它這裡啊 因為苗栗是主要的石虎的七十地 你看 它這裡 你看石虎的屁股 找到了 這裡... 石虎的頭 可以有很多 那邊的有 很有趣的一家店 很有趣的一家店 在這裡喔 我想說不要破壞公物 原來妳在這裡 你嚇我一跳 沒辦法 太餓了 對 這裡其實真的很有回家的感覺 對 然後它其實整個就是 有那種圍爐 冬天 菜很多耶 麻煩一桌 很多啊 叫好叫滿 剛剛你跟我說 這裡是吃麻辣火鍋 對 但我看到了很多 麻辣火鍋的餐桌上 不可能出現的東西 這是地方特色 對 手工水晶餃 我們在苗栗 然後苗栗 然後苗栗客家文化非常濃厚 竟然有水晶餃 對 然後還有板條 我剛剛看了一下菜單 這裡面它的湯頭 有非常的多種 像這個白色的這一個 它是客家的胡椒豬肉鍋 然後這個就是你剛剛說的麻辣鍋 對 我跟你講 你先吃一下這個 好 它這個蛋餃真的有夠好吃的 你看喔 它這個也是手工的 然後它外面的那個蛋皮 吃起來超級像油豆腐的 那個皮一樣會吸湯 然後裡面內餡是 就是一點碎肉這樣 我個人很喜歡 最主要是我覺得它 因為這個蛋皮煎得很好 所以很吸湯 它這個鴨血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都屬於那種很滑 但是它很入味 你看它那個水還一直滴 那其實它這個麻辣鍋 其實標榜是 都是用很天然的材料嘛 然後它是可以標榜 然後妳的湯是可以喝的 而且我覺得 它的麻辣湯頭非常友善 它完成不是那種嗆辣的 是舒服的 就是像客家人帶給妳的那種 默默的那種溫暖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可以很棒 然後大家來到這邊 一定要吃一下它的水晶餃 也是除了蛋餃之外的美洲壁邊 好Q喔 你知道客家地方吃到的水晶餃 跟我們有時候在北部啊 或是吃到的水晶餃火鍋料 你看它就長得一樣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這邊 手工黃牛肉的這個 牛肉花 牛肉花 它那是不是有特別斷筋過 它這肉很嫩耶 我好喜歡那個 在火鍋裡面蒜花牛肉 因為就是很搭 它其實就是滑溜滑溜的口感 因為它有稍微抓過 所以其實在蒜肉的同時 你其實兩邊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吃它本身 牛肉的原汁原味 對 然後你也可以加一點醬汁都OK 而且它雖然沒有美牛那麼肥美 但是它有自己這種 獨特的這種咬勁 你知道 這個好吃耶 我好想喝喝看它的客家的 胡椒豬肚湯喔 烏骨雞 這是本來就在湯底裡面的喔 對 它的湯底就是配烏骨雞 好讚 我希望永遠都是冬天 真的嗎 真的 永遠都是冬天我OK 吃火鍋每天吃我OK 每天吃 好 我知道為什麼它會給胡椒了 因為其實它本身的湯頭 比較溫順一點點 沒有那麼辣 對 如果大家喜歡白胡椒味道 再重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 因為每個人吃的胡椒辣度 可能不太一樣 你可以直接丟進去 或是加在自己的碗裡面這樣子 所以它額外附給你一個白胡椒粉 你有吃它的豬肚嗎 有啊 很新鮮 好好吃 它處理得非常好 你裡面甚至 因為有時候吃豬肚很怕咬不爛 或者是吃到它裡面有一些 筋膜什麼的沒有用乾淨 會臭臭的 但它的真的處理得非常好 很乾淨 然後這邊有這種手工的這個華茲醬 就是明太子華茲醬 放個幾個 半條煮成這樣 很吸湯喔 一定好吃的 我在吃火鍋喔 大家 火鍋喔 很搭耶 我要吃剛剛的那個花茲滑 你看 滿滿的 都是花茲 我覺得這家店 就是非常特別之外 然後因為它的地點很方便 它就在苗栗火車站 其實走過來差不多五分鐘的路程 其實你沒有開車 你坐火車一日遊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走來五分鐘 然後感受一下 就是以前日式那種 八十幾年的老羊樓 拍拍照之後 進來圍爐吃個火鍋 但它其實禮拜一二 是沒有營業的 就大家還是要預訂的時候 註定一下這樣 走一下時間 然後再次好 我會見你 好 它的雲 可不可以 不要